这一整颗的枪榴弹的弹头 都是炸药 都是高爆性炸药 那它有多可怕 来 君姐拿一下这个 这个是我们手榴弹 这是模型吗 这模型 来 这空的 这边是空的 讲清楚 对 这个你觉得重量怎么样 很重啊 这个重量是625公克 跟真的手榴弹只差75公克 所以其实 75公克 对 我只要把这边装上火药 只要之后就可以 那君姐你觉得 你这一颗你可以丢多远 你觉得 这个我就真的 应该可以丢到那边 可以丢到摄影大哥那里 应该有机会 10几公尺而已 摄影大哥最差 我们部队规定 枪 手榴弹 男生当兵的时候 40公尺及格 50公尺100分 要丢50公尺 所以我要丢到那一面墙 还不及格 对 我们棚里面没那么大 可是呢 我刚刚讲的 这个是625公克 它里面装的火药 只有75公克 这75公克呢 你如果 一群人围在中间 那一个人 大概十个人 但是这是手榴弹 对 可是你要知道 跟枪榴弹的这个弹 它们的火药 不一样 差很多 这里面装的火药呢 只能把这个一格一格 炸成碎片 然后它只有75公克 可是这一颗最多 可以装到175公克 所以它是它的三倍 还超过 而且这个里面装的是高爆弹 简单来讲 我们一个手榴弹呢 所以它等于是 三颗手榴弹的威力啊 对 光装药量来讲 是三颗手榴弹威力 而且射程也是三倍 我们刚刚讲 这个丢50公尺 有100分对不对 枪榴弹是打150公尺的 而且可以瞄准 用枪嘛 用枪打出去 对 可以瞄准 对吧